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滚 杜志远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看来只能先撤了 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黄秀 少夫人 你这是被陆志远给赶出来了 这人怎如此之烦 还说不停了 那个不解风情的家伙 简直是抱歉天悟 夫人子言何意 实话告诉你吧 陆志远不能人道 什么 陆志远不能人道 我得赶快告诉城主大人 我这个正派妻子都在活手寡呢 更何况你 城主把你送给陆志远 就是把你往火坑里推 只怪我跟妹妹投缘 给你指条明路 我大哥沈青 他是一个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 又温柔又体贴 陆志远不如你改嫁给他吧 说这么多有点口渴 这东西不能给陆志远喝 不 糟了 得赶紧走 哎 哎 怎么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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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特意为你做的银耳招 你一口都不喝 真不知道真心 你都喝了 是啊 你不喝 那肯定我喝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没啥太大反应 就是有点头疼 还有呢 还有点燥热 怎么回事 肯定是我太累了 傻瓜 你是吃了荷欢子 不行 特老头 身上好热 难道是在做梦 这也太幸福了 小青青 小青青 快看看本公子强壮的体魄 以后要好好听本公子的话 本公子的家产都是你的 听到没有 小青青 我被弄变成噩梦了 不要过来啊 你现在还要娶妻生子呢 不 不要啊 不可以 沈青 要想办法 消耗掉沈青多余的精力 那就让他把陆家这个季度的账本整理出来 正好省了本公子费身 一曲两得 沈青为了帮你治疗 这些账本 就交给你了 账本 算完这些账本 本公子是不会让你和我共出一室的 禀报城主 洪秀回来求见 主人饶命 奴婢试图给陆只眼下穿药 但是没想到要被沈澜强去喝了 陆只眼认定奴婢心怀不轨 要将奴婢送关 奴婢拼死才逃出来 没用的废物 主人饶命 为什么不把城主之位给我 我从小在您身边 您却非要找一个不知死活的大儿子回来继承城主之位 你根本就不是我儿子 你母亲背叛了我 死同侍卫 不 我是您唯一的血脉 城主之位 只能是我的 你根本就不是我儿子 既然如此 那你就别怪我了 喝 喝 给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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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蓝 你只要护着陆只远 那就一起死吧 找找找找找找我来了 不是吧 不会真这么倒围吧 好爱柔命 城主找你 跟我们走一趟 城主找我 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情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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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陆家 还真是十分不坏 来 收拾 收拾 别打了 等我收了 这样不就好 那么 城主有意提拔你 你竟然不识抬举 忤逆城主 如果你为城主乖乖办事 就还有活路一跳 好 好 对 扶子 你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会封熟 是害男人的事的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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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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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爸爸慈悲 放过我们家累儿吧 求求你了 放过你们儿子 可以 只要你们跟我实话实说 路之远 是不是面容尽 不能人道 别哭了啊 你爹娘虽然死得早 那还有我 那还有我 我是你舅妈 以后啊 我就做你娘 她 她 她真的不能人道 我亲眼见过 都这样的还在骗我 看来是不见官司不落泪 对对对 她不能人道 她跟沈蓝夫妻离心 我儿子可以作证的 还敢骗我 绝对没有 没有 洪秀都已经跟我说了 沈蓝对陆志愿一片痴心 连毒药都在替她喝 等着为你们儿子收尸吧 不要啊 承主大人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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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了 让你们替我办件事 事成之后 我自会放你儿子 也要再去 你就先回来 但vei 快叫 你快叫 叫 谢谢大家